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都要洗顺三次 等大刘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 感觉人好像瞬间萎缩了似的 说话也大喘气 但就是这样65岁病病重的大刘 没想到竟然能让甘迪还上第三胎 同样厉害的富豪还有赌王 今年赌王已经96岁了 赌王这一生也很风流 有四方太太 最小的女儿才刚成年 也就是说赌王是在78岁时 将和超新生下来的 而且这个年纪最小的女儿 还深得赌王的心 赌王就夸和超新亮得不得了 这两个富豪都是在这样高龄生肖孩子 如果不是吃管 就是可能身体素质可以了吧 这也让小八忍不住感慨一句 有钱真的能为所欲为啊 在这个普通人都当爷爷的年龄 他们还是当爸爸 时间在他们身上好像放慢了脚步 不过其实是富豪们在前半生拼命赚钱 下半生都把钱花在养生上了 赌王就使出了名的会养生 他喜欢跳舞 打网球 还坚持天天游泳 当然 就算是坚持运动 但年纪大了 身体素质还是不比年轻时候啊 所以赌王就会花费一大笔钱在医疗上 曾经赌王就因为在家跌倒触及头部 被紧急松亡 医院抢救 抢救了六天才 急急苏醒 当时除了请的是最好的医生 连病房都是最昂贵的豪华套房 不大能俯瞰跑马地美景 家具设备也很齐全 并且安保也很高级别 就跟在家里一发 住院两个月费用 就故意 这样的钱财出来的健康 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所以赌王到现在精神不错 是不是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了 刘文雄也是 在他生病后 就用一年一千五百万包了 两名养合医院的权威医生 让他们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命 而且刘文雄还讲究食疗 以前没生病的时候 他喜欢去香港付好饭堂福林门光顾 生病后不能经常去了 要饮食清淡 在福林门让老厨师退休后 刘文雄就包下其中两位大厨 专门做他的四人厨师 根据医生的指导 每日均衡大流的饮食 而作为吃货 刘文雄家里开饭 都至少有十几样菜 这样调养下来 相信刘文雄的身体 也会慢慢好转吧 看到这里 很多人是不是觉得 为了健康不能停止赚钱的脚步了 但也不要为了赚钱而忽视了身体呀 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跟小巴一起抱紧自己的保温杯 量生从细节做起